國內本土疫情確診數脫離高峰期 但仍然維持上萬例 六月二十八號新增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九例 二十九號只稍微降了千例 連兩天都破四萬例 專家黃立民認為 這病例數多得有點奇怪 依照以往推估 應該要降到兩萬多例才對 專家也點出疫情沒有想像中 下降的原因有兩點要釐清 第一目前有哪些縣市 還在持續增加病例 另外說不定BA點四 BA點五已經在社區流行 應該要做本土病例偵測 主要東西應該在目前已經確診的個案裡面 去看看有沒有人感染到BA4BA5 而且感染的幅度有多高 也不排除說現在這個時候 可能有BA點四BA點五已經進來社區了 只是我想流行的幅度應該還不大 另外沈正南醫師指出 疫情要跌破萬例的關鍵是台北市 台北市要先跌破千例 全台才有可能會跌破萬例 否則台灣很有可能會像新加坡 紐西蘭一樣一直停留在平原期 每天新增兩三萬例下不來 而且疫情要離開平原期的方法 就是持續讓人流指數下降 如果人流指數一直上升的話 病毒散播跟病毒圍堵 形成一個平衡的話 可能要繼續下降的一個動能就會不夠 專家分析如果7月底 全台病例數還沒跌破萬例 就要開始擔心 加入BA點四 BA點五的威脅 民眾的防疫意識 依舊要提高警覺 記者楊世絮 翁家瑜 台北採訪報導 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